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是他爱了整整十年的人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比他更重感情的 可是呢 就算他爱我 如果涉及到坤叔 介绍到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利益 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说他有问题 好啊 那你们谁试试 敢把你们的老婆情人送到这儿来 先把他们押在这儿 再来讨论谁是内奸的问题 说得好 说得好 逗逗 逗逗 但你呢 还是太天真了 你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啊 在座不光是靳远 这里所有的人 都敢把他的老婆放在这儿 你呢 我呢 你呢 坤叔 你这小丫头骗子不能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坤叔当然不是那个意思了 不过谭小姐说得有道理 清内奸不能口述无凭啊 大海和靳远各受各有礼 好啊 明天就让大家看看真凭实据 是狐狸她就会露出尾巴 等抓住那个尾巴 我让你们心服口服 我让你们心服口服 会露出尾巴 我消料 想一 Aj 我刚不是说过了吗 你刚才的解释连我都说服不了 汽车昨天明天一早就会拿上来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跟警方合作 合作逃走的那该有多好 是啊 我也想啊 可惜这只是你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么大 就是了 孙天 她和她的师父 有机会 站椅林 你觉得尽快 我能够进来 说李百日轻的 好 他很难服 我才能够进去 好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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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密度海绵 用汽油浸泡过 用来干扰基督犬的嗅觉 这层布料 是特殊的材质 高科技 就算探针扎进去 拔出来的时候 粘在针上的毒品 会全部都擦掉 一共有五个座椅 连上后背 还有头枕 我全部都改装过 正好五十公斤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靳远 你以为再哄三岁孩子呀 在座的兄弟 带过货的 都知道这招行不通 咱不说 警犬闻得再闻不见 就单凭那满车的汽油味 警察就得查了一个嘴料 你别真像你娘们说的 什么警犬感冒了 流鼻涕 大爱 好好说 本来就是 对啊 警犬感冒了 流鼻涕了 警犬没闻出来 又有个警察认识我 就放我过去了 不可以吗 你 你这是耍无赖呀你这是 不是我耍无赖吧 你们要看证据 我拿来了 也展示给你们看了 但是你们就是不相信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行 灰叔 靳远要是这样 我就无话可说了 我说什么呀 我说我没欣赏夏海兄弟 我昨天已经说了 我又拿不出证据来 说我没跟警察勾结 早知现在这样 我就应该踏实实跟党上 跟您呆着在您眼皮底下 至少还能证明我的亲爱 我要成天东跑西地儿的 按警察的话说 那都是在场证明啊 说到底啊 就是人心问题 灰叔 我渡的海跟了您这么久 也跟兄弟们 刀山火还滚了这么多年 走到今天 那就得看看兄弟们 先不相信我这个人了 我说海哥 你这是在打感情牌啊 我这小妹妹 您昨儿个把那海哥 我喷得灰头土脸的 难道不是打感情牌啊 但是你记住 你为你男人 我忍了 公道自在人心 一句话 我杜大海不怕 海哥 我不相信是你出埋了我 因为如果有人向警方通风报信呢 就说明要置我于死地 不是我自己太高看自己 大家都知道 坤叔一直把我当成亲儿子 如果要篡位 还不至于傻到圣上还在 就先把太子杀掉 那样就是自寻死路 坤叔 坤叔 在座的每一位其实就像亲兄弟一样 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 所以会不会是个意外 我也希望这是一次意外 可惜他不是 不要纯教训行李 不要纯教训行李 插不住此人 谁也别想力道 还有坤叔 按照原计划 东北的那批原料该到了 那就更得精神了 是 好 来 坐 好 那妈 是为了接班人的事吧 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坤叔 这件事情您能不能再三考虑一下 我是觉得 你是怀疑我的决断 没有 我是怀疑 我是否有能力 来胜任这个接班人 而且这段时间兄弟们为了这事情 弄的意见非常非常大 所以 我在怀疑 咱们这里边出内鬼的事 是不是跟您让我接班有关 其实 我说的 一支队伍或者是一个组织啊 它就像一副棋一样 而我们每个人呢 就是一颗棋子 如果是一支队众子 如果用久了 放久了 或是磕着了 那它就会沾满灰尘或是有脚 所以你就必须定情拿出来擦拭一下 摸一摸 我感觉一下 它是好还是坏 你像这颗棋子 它是好的 你越擦它 它就越亮 然后摸起来 舒服 那你像这一颗呢 它是个坏棋子 那这是怎么办呢 它也修不好 我只有把它给丢掉 以免影响整副棋的美观 靳远 我不想跟你商量讨论这些东西 我现在只问你两个问题 你认真回答我 好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吗 坤叔 我从来都没有质疑过您任何的决断 那你是那个背叛我的人吗 我从来都没有质疑过您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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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回去吧 我累了我想休息了 行 那就不打扰你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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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才回来啊 去我当关叔那儿 走 我觉得吃完饭的时候 只有大海一个人说话 有点不太对劲 昆叔这狗老狗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以前在北京苦兮兮上班的时候吧 成天都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去海岛度个假呀 旅个游啊 现在天天守着这个地方 倒像个囚犯似的 昆叔还说要教我学游泳呢 学什么学呀 打死江嘴的 淹死灰水的 才不学呢 你刚说什么 我说打死江嘴的淹死灰水的有错吗 不是不是 上一句 昆叔说要教我游泳 游泳 嗯 游泳好啊 但是他真的会教你吗 他不是说着玩玩的吧 当然不是了 他自己说的 他说只要我想学随时都可以教我 我才不信呢 他肯定是说着玩玩的 要不然你明天再问问他看看 他肯定就忘了 行 去就去 有本事你别吃醋 开什么玩笑啊 你要真学会游泳我才吃醋呢 我大学教了你三年都没教会 好 走着瞧 昆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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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来啦 嗯 在那上面干什么 下来啊 你让他们都走啊 这我好歹里面穿的也是泳衣 我不要让那么多人看到 好 老三 这怎么下去了 来 好了 都走了啊 来吧 来来来 我接你 接你 来 来 手给我 好 来 来 我好 来来 好 好 我这教过人家制毒 教过人家开枪 还教过人家杀人 我这还头一招教人游泳啊 行行行行 要教就教别吓唬人行不行 好 来 第一课啊 游泳就要先练习换气 拖住老三十分钟 去吧 好 三哥 你来这儿干什么 早上太无聊了 三哥 听说你飞刀耍得不错 不如 我们来 比一下 打发时间 闻开 怕输啊 好吧 那下次吧 站住 老子玩飞刀的时候 你还穿开裆裤呢 一把定上步 好 好 再来 好 再来 头要深一点啊 头要深一点 好 深一点 这个要准备的 这个呢 她 她才不会来呢 她要是 她要是来的话 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怎么说啊 你不知道 以前上学的时候啊 她教了我整整三年 都没教会我 你要是三天就把我教会了 那她不是丢死人了 我人家说啊 这个情人跟夫妻啊 最好别教游泳 别教开车 会不会吵架的 来 坤叔 不是 我再学一下好不好 还来啊 还来 我一定要三天之内学会 好 打她脸 好 那我们先 你就绕着我游 好不好 绕着你游 对 扶腾 蹬腿 对 好 来 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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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仔茶内鬼 尽快促成原料交易 我以时日无多 成败再次一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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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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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了 我按了啊 好 等等 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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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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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一点 等一下 等一下 还没好 还没好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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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点 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你 就一只吗 就一只 就一只 怎么了这是 来 抽筋了 疼吗 当然疼啊 是 坤叔让我送他回来的 好 谢谢啊 三哥 等会儿 这只腿吗 轻点 你说你真的是啊 让你还去找别人教你学游泳 下次别去了啊 怎么了 我明天密学去 我三天一定能学会 三天啊 嗯 你要三天学不会 是不是该打脸 谁说我学不会 我一定能学会 那我就拭目以待 打脸啪啪啪啊 亲亲 看着没有 哎哟 老王 今儿 要 要怎么回事啊 嗯 坐 今天岛上发生了一件事 很小啊 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在座当中 有人比我想象的厉害 而且还胆大得多 我蔡某 真的是佩服 可能是我 忽略着他铤而走险的决心 这是我的失误 坤叔 您这 这又是 唱的哪出啊 我给大伙都弄迷糊了 这个岛上我装了无线电讯号的尖探器啊 任何无线电讯号的进出 都会被侦测到 那你们手机不是都已经上交了吗 可是今天下午 有人从岛上发出了一条消息 而且还加了密 加密 最后烤诵的市场 还要看你 他人家有什么 怕有问题 我看见你 你不是 你 这都不消息 你 这就能用 你 这就能用 你 我想到你 把你做了 自己的活力 你不是 我总的 我总的 捐藏了一支手机 是谁自个儿拿出来啊 别让大家伙跟着背锅 是谁 不说是吧 搜 搜 是 你们干吗 别瞎犯 别拿你的臭装 拿我的衣服 你们到底要干吗 奉坤叔的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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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干什么 我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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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akan 你干吗 厉害 厉害啊 在我眼皮子底下 可以把我耍得团团转 看样子我可以退休了啊 坤叔 您先别生气 老三 再走一遍 不用了 不会有结果的 但我可以告诉这个人 你啊 找到你 那是迟早的事情 坤叔 真的不撤吗 不用 我已经打电话问过那边的 那边没接到任何消息 有动静 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内告诉我的 你 你在找什么呢 是不是在找放在那里一块手表 在你这儿吗 你是不是警方的人 你是不是渡大海的人 你想知道为什么能平安无事地站在这儿吗 因为在他们冲进来的前一秒 我就把那个芯片 扔到马桶里面冲掉了 什么芯片啊 什么芯片啊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初 你在初 不是 这个芯片本来就放在这里面 对不对 我知道 你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都把那个芯片从手表里面拿出来 又放回去的 我都看到了 你以为我之前就要真的抽尽力啊 我刚开始也觉得奇怪 好端端干嘛用激将法 借我去跟坤叔学游泳呢 我倒要看看你玩什么花样 直到我看到坤叔的手机放在那里 我就明白了 谭逗逗你在胡乱猜测什么呢 拿手机的人是你对不对 要不是我帮你 你能不能顺利地拿到手机吗 手机 芯片 你还不承认你是警方的人 我帮你吧 你干吗 靳远你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的 站着别动 我可以帮你啊 谭逗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现在的一句话 就能把我们两个人都置于死地 你知道吗 我 谭逗逗你已经用你的方式 把自己留在这个岛上下不去了 所以请你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 把我也留在这儿 你非要让两个人都死在这儿了你才开心是吗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以后我都听你的 我来帮你 你帮我什么 你告诉我你能帮我什么 我再跟你说一次谈逗逗 我不管你期待的是什么 我不是 你就是 不是 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非要留在这个岛上 你为什么能够从警察的手里逃脱 都解释得通了 那是你异乡情愿的解释 那偷手机怎么解释 芯片怎么解释 你为了自暴 那不是自暴 那分明就是自嫌险棄 谭逗逗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我今天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得很清楚了 可是他们还站在渡大海那一边 尤其是那个启光标 渡大海想借警察之手把我干掉 没有成功 所以他现在用内鬼的方式想要陷害我 那我求求你 好吗 你不要再把这种善良 但是又愚蠢的愿望加在我的身上 我没有这个名单呢 好不好 那你为什么还要偷手机发短信呢 你发给谁啊 我发给我信任的人行吗 不是警察 我让你失望了 什么事情值得你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做 我 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以其人之道环食其人之身可以吗 你说清楚点你到底要干吗 谭逗逗 我很严肃地告诉你啊 你知道的越少 对你越安全 所以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 也不要问那么多要干吗 跟你没关系好不好 那你 真的不是警方的卧底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你能说我 你能说我 你不能说我 你不不想够 你不能说我 你不想坐下 你不想生意啊 今儿他人挺齐啊 吃得挺踏实啊 老三 今天坤叔怎么没下来 坤叔说 他今天不吃了 五年前 被警察把货全端了那件事 坤叔都没这么生气过 坤叔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 上次见到这样应该是七五年前吧 那次死了很多人 我今天把货撂着 要是让我救了谁是累毁 不用坤叔吩咐 我肚子还第一个把他绑了 扔到海里喂鲨鱼 我就让他死无全世 教证把丢到海里喂鲨鱼 太便宜他了吧 他不是喜欢藏手机吗 咱们就把市面上 各个款式的手机各买一个 一个一个塞到他肚子里 然后再给他丢到海里喂鲨鱼 要我说啊 你们这帮人真是有钱 还市面上手机都买一个 不过小心啊 别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砸什么自己的脚啊 我又没藏手机又没发短信的 话谁不会说呀 要不是心里有鬼 干嘛着急忙慌地 把帽子往别人头上扣 你们上学的时候 老师没教过你们 欲盖弥彰这个词吗 什么词 没问话真可怕 小妹妹 别以为你牙尖嘴利 就能唬住别人 等到当了小寡妇 我还看你有没有这么嚣张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我昨天晚上睡得安稳 我今天早上吃得踏 但是 现在是谁呀 连饭都吃不下 你 我说海哥 你要吃不下饭 你赶紧回去补觉吧 看你那黑眼圈 都快成锅宝了 你 你 我什么样我 好笑吗 没吃完呢 你干嘛 我还没吃完呢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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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啊 刚才在餐桌上发生的事情 也要不许再发生 杜大哥跟阿龙都是手上有人命的人 你要真给他们惹毛了 他们饶不了你 我连坤叔都不怕 我怕他们吗 他们刚才那些话 明摆着就是冲着你来的 我要替你说话的 你那是成狗舌之快 那如果不是我成狗舌之快 你第一天就过不了关 不管怎样 我再跟你说一次啊 别心存幻想 这只有内斗 没有内鬼 老汪 你现在不会连我都不相信了吧 老汪 我对天发誓 那个短信绝对不是我发的 不过 王哥 那也得给我撂个实话 坤叔是不是已经知道是谁了 坤叔虚虚实实的 我也吃不准 那个短信真的不是你发的 我的王哥 都什么时候了 咱俩身上一根线上的蚂蚱 我还有必要瞒你吗 得得得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 你后来做了些什么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干 那短信真不是我发的 坤叔到现在还没查出 他那个人是谁 但早晚会查出来的 而且这个消息 是从警方那边传过来的 警方 坤叔正在运作 相信很快就能拿到证据 他奶奶的 还真有内果呀 那小兔崽子也棒得不达几天了 该来的早晚会来 你看 真的有内鬼 对 原来警察里边真有我们的人 坤叔真的是厉害 看来留给那个小兔崽子的时间不多了 对啊 那个小兔崽子究竟是谁呀 这次我们要在全市展开利件行动 集中警力严厉打击制毒贩毒 以及原材料运输 还有以及抓捕相关嫌疑人 切断毒品流通链条 我们这次利件行动的口号是 重拳出击 绝不手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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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